大家好,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虽然周深只有30岁 但他已经有了丰富的舞台经验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周深聊了自己的从业经历 讲述了自己对于歌手这个职业的一些理解 同时他还和大家分享了自己过往的一些经历 很多歌手都会担心观众对自己产生审美疲劳 周深当然也有这样的顾虑 正因如此 周深说自己每次登台的时候 不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去唱歌 他会用心对待每个舞台 即便是演唱相同的歌曲 周深都会想办法赋予歌曲一些新的东西 这样可以为观众增加一些新鲜感 当然,周深不会过于焦虑 因为周深知道有老观众流失 也有新的观众会喜欢上他 自然规律就是这样 周深所能做的 就是不断优化自己舞台的质量 给那些看自己表演的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周深在演出的时候 曾遇到过很多突发情况 比如耳机突然没有声音 或者耳机突然出现杂音 这种情况简直不要太普遍 周深对这件事看得很开 他觉得自己既然无法改变现状 那就干脆顺其自然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 周深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 当意外降临的时候 周深的头脑依然可以保持冷静 他能轻松应对大部分的意外状况 很多潜在的危机 被周深轻松化解 就拿设备故障这种事举例 周深的实力非常强悍 哪怕耳机没有声音 周深依然可以为大家带来优质的舞台 在娱乐圈当中 很多年轻的歌手都羡慕周深 他们渴望拥有周深这样强大的实力 与稳健的台风 周深说想要自我提升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多多练习 周深的天赋非常好 但他能走到今天这步 后天的努力才是关键 很多歌手在刚入门的时候特别努力 而在拥有一定的名气后 就开始变得懒惰 周深并不是这样 周深在成名之后 他不但没有懈怠 努力的程度反倒更胜往昔 粉丝对周深的鼓励与支持 是周深前进最大的动力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周深还强调了一件事 那就是歌手不要为了迎合市场 而抹出自己的特质 歌手应该尊重观众 但不应该讨好观众 歌手要有自己对音乐的坚持 那种独特的偏向自我表达的歌曲 反倒更容易受到市场的青睐 而为了迎合市场 不断改变自己的风格 只会逐渐让自我迷失 周深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初很多人不认可周深的声音 觉得周深像是一个异类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看到了 周深的歌曲霸占了榜单 登上了各种主流舞台 喜欢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如果当初周深没有这份倔强 他或许会有一定名气 但绝对不会有现在这番成就 周深特别热爱歌手这个行业 他喜欢唱歌 他享受在舞台上的时光 周深在舞台上演唱歌曲的时候 总是会给人一种收放自如的感觉 大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知 一方面是因为周深对歌曲有着很深的理解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周深的基本功非常好 他不是在费力演唱 他是在玩音乐 在我看来 周深就是为唱歌而生的 我相信周深只要沿着当下这条路走下去 他一定会拥有光明的未来 这是我对他最美好的祝愿 在时光音乐会第二季的最后一期听到周深唱了大鱼 不知道为什么 有种不一样的感动 大概就像他说的那样 重回到最初的相遇 但是感受却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几年听过不少周深的歌 电视剧电影的OST 英宗的演出 各种晚会演出的表演 他唱过了很多风格 有过很多次精彩甚至惊艳的演出 但似乎只有大鱼让我觉得他还是我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的他 但又不只是那个他 这些年 我在周深身上看到了一个人非常明显的成长 以及这份成长能给人带来的好影响 我对周深的声音留下记忆 是当年广播里偶然听到大鱼 就此记住了这个声音 但是我对周深这个人开始有具体的概念 是从深入人心这档音乐节目 后来从蒙面歌王 我们的歌 歌手 天字的声音 直到时光音乐会第二季 我真的看了不少音宗 一路看到周深的变化 专业能力就不必多说了 基本盘一如既往稳定 我不懂音乐上那些很专业的东西 只能从一个普通听众的角度感受 但我是隐约可以感受到周深一直都在进步的 对于我来说 直观的感受就是 我觉得周深在表演一首歌的时候 越来越游刃有余 在技巧之外 情感的表达变得更加直击人心 这当然源于周深在专业能力上的突出和不断精进 但成长还体现在其他方面 如果看过前期周深参加节目的状态 可能不会想到他有一天也会成为一个节目里负责 控场和活跃氛围的角色 深入人心里面的他和我们的歌里面的他 真的很不一样 那时候的他有点拘谨 有点怯怯的小心翼翼 紧张和忐忑都写在脸上和肢体中 这其中有周深天然的谦逊 但也有他很多的不自信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突破了原来的那道防线 好像突然整个人就变得舒展 通常张弛有度 我们看不到背后的事情 只能看到结果 而一切最终都集中体现在了最明显的地方 就是他整个人的状态 他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松弛 这和他勇于打破自己对自己的限制 更多的打开自己应该多少是有些关系的 有时候就是这样 当你打开了一个新的角度 或是转变了一点看待世界的角度 向着外面的世界多走了几步 很多事情都随之而豁然开朗起来 当然 也许真正的周深还有他会紧张 忐忑的那一面只是学会了在台前展现出比较松弛的那一面 这也是一种成长 我们都会慢慢学会 即使心里很忐忑慌张 也可以表现出一副从容镇定的成熟模样 另外 我还看到了 恰好的机会对于准备好了的人能带来什么样的加持 我是从深入人心开始真正认识周深的 但却是我们的歌让我开始会因为周深这个歌手而停留的 但正是因为周深出色的能力 因为他在无人问津的时间里 没有放松过自己在专业上的坚持 才在机会来临的时候 让他一次次在节目中和表演中脱颖而出 被越来越多的人记住 其实不只是周深 这些年也有不少歌手因为一荡音踪而被大家关注到 或是刷新大家对他的印象 从此迎来了事业的突破和逆袭 这些人不是被幸运砸中的人 只是在机会来临时 有足够匹配的能力接住了而已 周深的打开和成长 让他被更多人听到看到 让他有了更多唱歌的机会 让他有了更多选择的空间 我一向对喜欢的英宗有种第一季情节 第一季越疯神的 越不想看第二季 除非有我很感兴趣的人 周深就是这样的存在 可以说我会去看时光音乐会第一季某种程度上 周深占了很大的原因 我以为周深会在第一期唱大鱼 他没唱 我以为他会在个人专场那期唱 他也没唱 我以为他不打算在这个节目拿出大鱼的时候 他却在最后一场唱了 周深说 每次唱大鱼都是找回出新的过程 我却觉得这一场的大鱼像是一个总结 是对这个节目的收尾 也像是对他这几年一个快速成长的阶段的收尾 经历了山水再相逢 看似是回到起点 其实是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都要继续前行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